您好 欢迎收听9月18号的民事Podcast即时新闻 台东宾茂和丽丘部落发生了多人食物中毒意外 一名83岁老妇人昨天下午自制小米粽 食材有蝗牛 竹笋 猪肉 小米粉等 晚上食用只剩下两个小时之后 突然身体不适 送医途中心跳停止 深夜轻有前来至丧 又吃了剩下的粽子 没有想到陆续传出身体不适 包括了阿嬷 总共有12人送医 已经有3个人不幸死亡 其余的都还在医院救治当中 读物科专家就表示不排除发生类似年初的 暴龄茶室 邦克裂酸中毒事件 疾管署发言人罗伊军说 疾管署已经派防疫医师搭击前往台东 另外第一批检体已经送到卫福部的实验室 将分送到台大以及北荣检验 详细的中毒原因还有待理清 黎巴嫩惊传当地时间 17号大批无线电呼叫器BBQ几乎同时爆炸 至少造成了9人死亡 2800人受伤 而让人更惊讶的是 这些呼叫器疑似是来自台湾 这让台厂金阿波罗公司跳脚 赶紧澄清 他们说这些货是由当地的业者代工制造 外界怀疑这批货是不是被改造过 加装了火药等爆炸物才会造成如此重大伤亡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关押看守所之后 北柬三度提讯 根据周刊报道 微金集团子公司顶月开发标下金华城土地之后 审庆金疑似曾经催促顶月开发 急着要拿回无意分任价金 款项何去何从成了金流重点 至于柯文哲正值现金14万多笔的个人捐款当中 现金捐赠竟然高达九成 有无特定的金主也成了减掉追查的关键 柯文哲卷金华城埃目前积压中 民众党前立委蔡壁如 昨天特别齐聚小草找来牧师倒是为柯文哲祈福 蔡壁如还亲自下厨煮猪脚面线请大家吃 不过这做法引来议论 民进党立委呼吁小草恢复理性 应该相信司法而不是去相信法师 也有人猜测蔡壁如是否再为自己争取声量 因为一份最先的民调显示 他与黄国昌并列适合代理党主席职务 民进党主席遭到积压境界 党内却是风雨飘摇 谁能坐上代理主席的大位 从政民众党士气各界关注 美国众议院澳洲荷兰国会陆续通过了 2758号决议不设台的动议 针对中国不断以第2758号决议与一中原则做连结 压缩台湾参与国际 掀起国际反弹 立院民进党团严理在立院提出相关决议文 趁开议之前 今天民进党立委召开记者会 公开呼吁蓝白放下成见 共同签下联署 喊话别成为台湾加入国际的绊脚石 新兴病一波三折 金管会才宣告中信金出局 但中信金强调将重提公开收购计划 最快本周五送董事会核定 消息一出中信金今天股价逆势翻涨 但是新光金却大跌 开盘10分钟爆20万张大量 新光金表示将于10月9号召开股东临时会 不仅用超商卡200元作为纪念品 要吸引小股东交出手中的通知单 同一天也开股灵会的台新金 则是送保冷袋 三大金控委托出征求大战 从台面下站到了台面上 现在中信金再拼二度送件 也让此桩并购案再庭变数 中国广东深圳的日桥学校 上午经传一名男童 遭到一名男子砍伤送医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这名嫌犯已经被深圳当局拘留 有日本政府官员透露 事发当时男童一个人走路上学 没想到遭遇袭击 日本官房副长官接获消息 立刻开记者会 表示基于保护侨明的立场 要求中国当局分享相关资讯 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以上新闻由民事新闻部制作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 请上民事新闻官网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